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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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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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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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就是肌肉端的這個強壯的狀態 因為其實以前他都是跑比較有氧的客表 那在比較接近鐵人週期的這樣的氛圍情況下 賽事到後段他可能會接近有這種 跑到立結然後腿快抽進的狀態 那間歇訓練是比較接近這種模式的 當然這個還是要操作一段時間 因為其實前陣子 大概一年前他跑這樣的客表是完全跑不完的 但這陣子以來他都有接受我們持續性的客表 5 6 5 7 1 5 8 很好 走一走走一走休息一下 漂亮喔 所以其實這個客表要操作這樣的間歇訓練 其實是需要一點時間的有氧基底 不然在主肩的休息 你可能會因為恢復時間太長然後太喘 沒辦法跑下一趟 就會讓你刺激到最大飾氧量的這個時間是有限的 那我們就透過這樣八趟的刺激 可以在每一趟的大概後面兩百公尺 心率會維持在比較高檔的狀態 那這樣對於心肺端的最大飾氧量司機是比較有幫助的 不錯不錯不錯 怎麼樣 完成八趟了 應該是 訓練有成吧 還不錯啦 就是相對於前陣子來說 你的體能算是有一點點進步 那這樣 應該可以弄一雙碳板鞋讓我玩玩吧 可以吧 碳板鞋耶 你知道碳板鞋跟一般跑鞋的差別嗎 我覺得 現在的你可能不一定那麼合適 但沒關係我說明給你聽好 好那你一定會很好奇為什麼現在的你還不適合穿碳板鞋 我就來跟你介紹一下 其實我剛也穿著這兩雙就是碳板鞋跟非碳板鞋的兩雙跑鞋實際跑了一圈 那數據上的呈現呢 我有穿碳板鞋的情況下 跑起來的數據 不平啊 通常會快一點 那步距長度也會比較大 那這個代表什麼呢 我們在速度最影響的關鍵呢 第一個就是頻率 第二個就是步伏 那如果這雙碳板鞋都可以在 一樣的距離一樣的配速情況下 頻率跟步伏都比較快 代表它可以帶給你更好的推進效果 所以剛跑起來的數據呈現呢 碳板鞋的數據 推進效果是優於非碳板鞋的 那我手邊這兩雙鞋呢 也來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碳板鞋呢 是UA的Flow Velocity Elite 那這張跑鞋 非常有趣的地方 其實我跟UA的淵源也還蠻深切的 因為我穿著他們家的跑鞋 應該已經有兩三年期間 在2017到2019之間 其實有點長的時間 那實際在得到它第一雙碳板鞋之後 說真的我蠻驚艷的 因為其實以往它的跑鞋都是比較 主打舒適 然後穿起來很緩正 但推進效果可能就不一定有來的 這麼明顯 拿到這雙Velocity Elite之後呢 你會感覺到 第一個感覺是 它非常輕量耶 整體拿起來的手感啊 你會覺得 哇 這雙鞋跟以往的一位跑鞋 非常不一樣 那剛實際跑了 就是這個距離 跟我已經其實穿著它跑了兩三次的訓練 我覺得很明顯有幾點特點想要跟大家來分享 那首先當然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斜面的部分 其實仔細看在這個太陽下 它非常透 就是 這個是 這次他們搭載了這個WARP的金邊斜面 那穿著起來 雖然看起來非常透明 可顯而知它的透氣性是非常好的 跑起來你不會覺得這個腳背的 悶熱感很明顯 那你會覺得非常透氣 那第二個是它這個交叉的這個編織布面 你會覺得它的包覆性其實很好 不會讓你覺得腳背有這種不穩定的感覺 所以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 這雙鞋很輕量化的關鍵 就是透過這樣的布面 可以得到很好的輕量化效果 那第二個比較特別的是 它這次搭載了這種 有點像三明治的結構 它上面搭載了最近很火龍這個Paybacks泡棉 那其實這一層的中底材質 大家可以看 按起來是非常Q軟的 所以實際跑起來 你會覺得腳感很Q彈 那中間這一層呢 是搭載了全掌性的熱縮性碳板 所以推進的這個感受是非常顯著的 那最後這一層呢 它也是中底兼著大底來使用 是UA所新推出的Supercritical Flow 那這一層的中底呢 它只是延伸到大底 所以可以看到腳底沒有這種傳統的橡膠 那可以得到更好的輕量化 但是這一層Flow的這個大底呢 又不會有這種抓地力不足的狀態 所以可以讓整雙鞋的輕量化達到一個極致 那剛剛講了這麼多科技的亮點 我來講一下實際穿著的腳感吧 其實實際跑起來 你會覺得UA的這雙Velastic Elite 第一個當然很輕量化的這個腳感 會讓你覺得它的存在性很低之外 第二個是我覺得以目前來講 以碳滿鞋的主流 當然就是它要有很好的推進效果 第二個就是它要有舒適的腳感 所以我覺得這一層Paybacks 放棉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你在落地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的Q彈 然後跑起來不會有過度潰縮 因為它其實這下面大概有這層 Supercritical的這個Flow大底 其實它的硬度啊 是相對於上面這層Paybacks來得再硬一些的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軟的潰縮程度 到剛剛好又被推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腳感上 跑起來你會覺得它是一個軟硬適中 但是又可以帶給你 很好推進效果的一雙 碳旋扮板跑鞋 那如果以1到10分的這種推進暴力感受呢 我覺得這雙我大概會給它 7.5分 就是它不至於到過度推進 但是又可以給你很好的支撐性 算是還蠻值得推進給大家的一雙碳板鞋 那你知道為什麼現在這個當下 我不太推薦你直接上碳板鞋的原因嗎 為什麼 碳板鞋不是可以讓我更快嗎 以現在這個狀況 我就以我剛剛兩雙實測的結果來跟你分享 其實我剛剛穿著這雙Win2 它是一雙非常Q軟 很適合拿來訓練的 這種比較平常適用於訓練鞋來使用 那像這雙跑鞋的數據 在剛剛跑一樣的距離一樣的配速情況下 它的頻率就會稍低 每分鐘大概兩到三BPM 所以其實跑起來頻率會稍微比較慢一些些 步伏長度也大概有落差 就是兩到三公分 所以跑起來實際的感覺 你會覺得這雙鞋不到這麼暴力 那以你現在的狀況 其實如果太暴力的鞋款 會讓你第一個 頻率變快的時候 心率會提早上升 第二個步伏加大的時候 也會讓你更快變喘 所以其實在這兩個情況下 會讓你因為速度變快 然後提早爆掉 這反而是會讓你 沒辦法跑這麼長遠 所以以現在這個階段 我反而更推薦你 會可以使用像WIND2這樣的跑鞋 就是比較適合剛開始入門 那你不至於到非常暴力 但是你又可以得到很好的環震 很好的就是支撐 然後很輕量化 又不會過度暴力這樣的鞋款 反而是比較適合現在的你來使用 最後也想來跟大家推薦一下 這兩雙鞋分別適合什麼樣的跑者 如果你的全馬成績在可能五個小時內 然後半馬想要挑戰 就是兩個小時破惡的這個邊緣 我會覺得這雙UA Flow Velocity Wind2 比較適合你 因為像這樣的跑鞋不會過度暴力推進 對於你在平常的訓練來說 會是比較好的夥伴選擇 那如果你的成績想要挑戰 在半馬可以在兩個小時內完成 那全馬如果是四小時內完成的跑者 我會覺得這雙UA Velocity Elite 就非常適合你在突破成績上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 好啦那希望今天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因為其實像天福同理所 這陣子的訓練以來其實是有循序漸進 也不是一下就跑這麼高強度的課表 那希望大家可以像類似這樣的模式 來參考這個訓練內容 接下來我們也即將參加非常多的賽事 像我自己接下來有連續三場 幾乎是週週都有比賽 會先去參加每打經典百K 然後還會有追火車接力賽 最後也會去挑戰 全能去台灣的113個人賽事 那天福同理所接下來的賽事規劃 我也是經典百K 然後再來就是接CT的515 我會加油 這次是SUP嗎 當然不是SUP 要真正動真格的游泳 唉唷 等一下 SUP好像這支影片還沒上 跟大家爆雷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他竟然第一場515 跟我這邊划船 划一划完成515 到底是什麼比賽 熱身一下 荒謬至極啊 好啦 我是你的教練梁卓睿 我是天福同理所 希望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今天划船 都是有機器人的 快些人的 又等待下 你可以去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